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很多网友们留言要求的内容 今天在韩国论坛 因为网友上传的Aspot期间 收到差别对待的贴文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上传贴文的网友表示 Aspot成员集结常常收到差别对待后 上传了一连串的照片 首先是之前拍摄的美的品牌广告中 能看到Aspot成员中 只有集结手上没有拿着产品 甚至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背景是白色 好像是在摄影棚拍摄的一样 然后就是在MV网站 只有集结没有单独照 在日本CLEO IG Twitter帐号 也只上传了Winter Karina宁宁的单独照 然后在其他广告也是只出演Email等 表示集结收到了差别对待 这个贴文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热议 这些都不是所属公司上传的 而是广告公司上传的 就算在推特示威也是没用的 广告上应该都是想要Karina宁宁吧 站在SM的立场 出道还不久 现在就开始让他们拍单独广告的话不太好 所以才会以团体签合院 宁宁是可以有中国粉丝们的需求 虽然很过分 但是这个圈子就是这么冷酷 除了ESPA 其他有特定几位成员很红的团体也是这样 总之广告主持比较喜欢前缘人气成员 集结都拍摄了照片 四个人都均等出演了 甚至在MV广告 集结看起来分量最多 IG也好 网站也好 也是四个人 只是在部分网页分量比较少而已 为什么要引起争议呢 对 就像这个留言一样 我去查了一下 很多部分确实是被有心人士造谣了 这天文说 在MV网站只有集结没有单独照 但是明明就有单独照 然后在CLEO也有集结的单独照 虽然不能说一点差别对待都没有 但是也不能为了想要加强自己的主张 就这样造谣吧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大家是经纪公司的老板 今天有广告商 只想签约人气成员代言产品的话 大家会怎么进行呢 下个消息是 台亚成员程庆 在拍戏片场不小心从阶梯上摔下来 马上移送到了医院 经检查后发现 锁骨骨折脑震荡 并且将在13号进行锁骨手术 而程庆庆所属的女团台亚 将在9月14号 发表最后一张回归单曲后 团体解散 现在程庆庆又受了重伤 所以命粉丝们都非常心疼 今天潜阳怕粉丝们担心 也在台亚广告发文 安抚了粉丝们 锁骨骨折的话不是重伤吗 我亲戚之前滑雪锁骨骨折的时候 有两个月左右都在家里养伤了 因为太痛都无法大笑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啊 希望能早点康复 本来想看台亚的完全体活动了呢 好伤心 希望程庆阳能早日康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起 之外